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啰 大家好 我是阿龙 那我吃完飯過來之後 這邊的話它又有苦過了 然後這次苦的話有上次我們打的那隻脫鷹 然後看看那隻到時候能不能打出來 看要怎麼樣 因為那邊還有一個脫鷹跟一隻那個 納梅 然後這邊還有一隻雷馬 那我們來試試看就是有沒有辦法 那都把它打出來這樣子 按影片開始喔 那還沒幫阿龍訂閱的人 麻煩先幫我先按個訂閱喔 那我們就開始打吧 把這隻挖出來 這隻有點甜 太好刮 刮到頭都刮到頭裡 它太小了 沒在頭 有出來都好 沒有每天都沒有 我都好看 看不看可以不能把這一隻署窩 要看是能不能把這一隻俯獲 的 怎麼了 我們看不看能不能把這一隻觸破 這盒應該用捏到的應該就會起零了 因為它感覺起來滿靜的,所以我們一人都會調整,我很怕它會飛回去 看起來應該要先刷一直到後面去把刷在暗直 先把刷在暗直後面好,因為這一樓不太強要 先把刷刷出來 打掃直接外丟了,剛好刷到它 注意,注意出來了,那我們來看那個納梅還有能不能出 但是納梅要出現前,先把這一盒封過去,因為那邊有一個死會生日不太好,我們先把這一盒封過去前面 我們再把它先刷過去,算了我們這一把那個納梅關過來 現在這個位置嘛 是可以讓它滾出來這邊,那我們先抓過去那邊好了 把那個納梅關過來 把那個納梅關過來 把納梅關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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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綜合 recommendation 看一下1本能不能把納梅拼過 我覺得過去那個洞還是很危險 我們先把這一帶抓走了 跟大 Shahو spots 辣椒会进去那个坑里面 然后我们再把辣椒放进去 这一只雷姆不知道是不是这么满 看起来不知道 是了 没有看起来是这样的 有机会 如果捏到的话你看看就轻了 可能要再捏很薄一点点 捏到乳菜 可能就会比较平面一点 主力他手上角的小焦而已 這樣子的話他還是不會脫爪 因為他爪力上看的蠻強的 起盒有點雲汁就比較普妙一點 有點剝的太酷了 這樣子其實蠻危險的 他左右的黏線 我先把大盒都剝過去吧 那盒把它剝到旁邊去 他黏在幾不好路子 好可惜 好可惜 對他卡到那邊啊 但是把它到後面啊 所以這個放到10萬萬塊的洞間一起 然後都把它拧過來 然後都把它拧出來 这种味道非常奇妙 我们把它拉起来让辣椒 可以压在下面好了 然后等下冲下面 它后面有一个缝 看起来是不太安全 看要能不能把它收到后面前的层 看起来是不太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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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纳米扣出来 整个扣住 这种要小心 避免那每出现 我们先把这边都把它做过去 把它挡住 不然它给它撑出去 我們要花很多錢,把它再拉回來了 這個運氣非常不好,被那個小額卡住 先把小額稍微挖一下 要硬拚嗎?我覺得硬拚有點危險 要爪爪放這一盒 站起來最好,站起來比較好的方法 小額稍微挖иваем 小額不停 這盒真的是小障礙 這個位置後,我們裝浪子 現在整個把它抵住了 我們把浪妹切起來 我們把浪妹切起來 對呀,我們把浪妹切起來 卡住了 等一下 好,那我們再繼續打 因為浪妹比較小 所以我們先 煮衣先把浪妹先挖出來 因為現在這樣子有補味的話 會比較好把它掀起來 把它現在整個都擋好了 所以我們可以試著強行把它刷出來 等一下現在炒也炒不掉 現在就是 準備一個捏薄製作 因為它會一直打到鍋裡 所以要小心 它今天前面那個其實 控牌是算蠻大的 因為它現在 因為它現在 那邊會有點放不下來 因為它現在 那邊會有點放不下來 因為它現在 差點卡 現在還是差一點 它這個 可以在那邊 應該要有一盒壓下來 或是可以這樣 不過我們今天 讓它每一個好角度 之後再刷 因為它現在這樣子的話 縫會太大 等它站起來 或是怎麼不再拉 現在非常的尷尬 因為後面那盒會頂到 對 剛好這樣子打到 正常太好 這盒能到沒有 然後 再繼續打 因為誰把那個都能有機會 我們把它打一打看看 對 帶過去正門 看看有沒有機會 喔 帶過去正門 差不多了 轉回來了 對啊 運氣非常不好 它剛好反轉 對 對 轉回來了 嗯 我們頓甩捏它 下面 直接透過 然後 逼它透過 然後逼它透過 好 動了 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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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那我做幾個 好 那我們就抓三個就好了 因為 剩下的那麼多也 再做的 那我這樣看 要抓什麼再做 那喜歡阿朗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 訂閱分享 然後記得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現場 拜拜 拜拜